在国道上突然间右边一辆黑色轿车转过来 接着整辆车开始失控 驾驶被追撞后吓了一大跳 只见黑色轿车先撞上护栏后 翻滚了将近五圈才停下来 车上的驾驶还被抛飞车外 警销人员获报后赶到现场处理 驾驶躺在地上 表情痛苦 头部重创血流不止 幸好意识清楚松衣后没有生命危险 事发就在31号下午将近三点 国道3号北上46公里处树林路段 当时这名25岁的邓信驾驶 疑似因为车速过快撞击车辆后失控 仍被抛出车外 路过驾驶发现后也紧急刹车避免撞上 整辆黑色轿车严重毁损 挡风玻璃碎裂 车头也严重变形 保险感全都脱落 就连车轮也喷飞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相当大 第一部车驾驶人 为吸安全带自抛出车外 身体受多处擦挫伤 送往板桥区亚农医院救护 国道3号分成三种线速 35公里中和以北处线速90 到了43公里 涂成以北则线速100 而事发的树林路段线速是110公里 路过车辆车速都不慢 这回驾驶开上高速公路一次开太快 又没吸安全带 会被处最高6000元罚缓 幸好松一后命大没有生命危险 情绪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лен予特别 Kuva